妄诊是指医生通过对人体表面以及排泄物的观察 来判断人体健康和疾病状况的一个诊断方法 所以呢 妄诊在临床上的这个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妄儿知之畏之神 这是在《难经61难》中说的 《难经61难》讲 妄儿知之畏之神 妄儿知之者 妄见其五色 已知其病 那么我们在《四诊》中 叫妄文问妾 所以呢 妄诊是具有最高的这个地位在诊断中 那我们在《四诊》绝为凡利中也提到 《四诊》为其皇之首物 而妄诊尤为谨妾 那么我们第一节课呢 先看一下这个理论渊源 我们先看 从先秦及春秋战国时期 我们鉴定了这个理论基础 我们先看一下周理记载 说以武器武生 武色 失其死生 两只以九窍之变 三只以九脏之动 是什么意思呢 根据武器 武生和武色 能够判断生死 就是病人的身体状况 是逐渐能恢复呢 还是 濒临死亡 在我们周理就有记载 另外在《黄帝内经》和这个《难经》中就有记载说 行神合一 它里面提到五色理论 五行之人 以及颜面对应武藏等望人的方法 在我们《黄帝内经》中 最早的经典 我们一点中就有记载 我们看看汉唐时期 汉唐时期呢 是望诊的飞速发诊的时期 那么西汉淳于义在诊级中 对很多疾病呢 它都精于望诊 那么王叔和脉诊中有 《扁鹊化陀查色药诀》的记载 那么《伤寒杂病论》中 也有很多这个望诊的记载 还有《孙思淼化陀神医秘传》中 也有这个《论查生色行政决死法》的记载 所以唯一者善致病猴 而不知查于色气者 忠为未尽药妙也 这是孙思淼说的 那么孙思淼呢 大家都知道是药王 那么大家都知道 还有一个故事 就是扁鹊是蔡桓公 我们在小学的时候都学了 我们在望诊头 这一次望诊课也编了一下 这个扁鹊 谁开始看这个蔡桓公的时候 说病在肃里 肃里在哪里 在表皮 在十天后 在肌肉 再过了十天 在脾胃 再过十天到骨髓 到骨髓的时候啊 他转性就走了 人家这个 蔡桓公就问 说为什么走 他说到骨髓了 没发治了 所以过了几日 也不到十日 蔡桓公就去世了 说什么意思呢 疾病有一个发展的规律 你看他这总共是三十多天吧 人就死亡 所以从这个记载呢 我们推测 是一个急症 在急症的时候 就像现在我们在临床上 很多人说 大夫我检查了 吸收我没毛病 但是我为什么浑身这么难受呢 现在有一个定义叫什么 亚健康状态 亚健康就是不健康 实际上呢 我觉得这个 现在我看了一些书 他们把这个 就叫疾病的早期 疾病的早期呢 在座里 在肌肤的时候呢 检查不出来 但是人会有不舒服的表现 那么等检查出来 就是我们血液 或者五脏有问题 就病入五脏 半死半生 半死半生 所以说明我们的身体状况呢 你就非常糟糕了 所以不要等查出来 再去看 那已经都是疾病的中晚期了 就是我们 在汉唐时期 我们再看看 宋元时期 这个望诊经验 那个鼎盛时期 我们第一步于学著作 蛇诊专著 叫熬世伤寒金井路 问世了 但是还有第一个吧 五色望诊的思想 运用到目部的记录 是小儿要症直觉 它上面有面上症 面上症和母内 母内症的讨论 这是它有一个详细的记载 我们丹西新法还提到 欲知其内者 当于官乎外 诊于外者 思欲知其内 盖有主内者 比行主外 这是丹西新法 也有这个记载 那么明清时期呢 我们著作呢 特别丰富 我们林子汉的 四诊绝威 我也说 四诊为齐行 齐皇之首物 望诊 尤为窃要 在王红的这个 望诊尊经 全书分了 剩下两篇 系统的描述了身体各部位的望诊内容 以及望诊的诊断意义 是一部很有特色中于望诊专注 四诊绝威 那么现代望诊呢 全面兴起 在民国时期呢 有彩图变蛇指南 36蛇割掘 及图解 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呢 有蛇诊的研究 以及中医诊法图谱 还有中华医学望诊大权 几种中医检疫诊断法 所以我们著作呢 不断的涌现 就是说明我们这个专家们啊 中医专家们 非常的重视我们中医的望诊 那么中医的这个望诊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 见蚊之注 见蚊之注是什么 见蚊之注是什么 见蚊之注就是 看一些小的苗头 就是咱们说一叶之秋 它那落叶子啊 秋天到了 是不是 春天的时候呢 我们看见绿叶子或者花 要发芽 春天到了 是吧 夏天麦子熟了 麦子里熟 我们夏天就到了 所以呢 我们医者呢 通过对患者的神色形态 等方面的观察检查 对患者的病情呢 初步做出一个了解和诊断 另外呢 推断内脏的发生病变啊 结合四诊合餐 对患者呢 疾病给出一个 有效的诊断方法和治疗方案 那么有人经常问说 韩老师 中医和西医有啥区别呀 我就告诉他 我说西医呢 是看人的病 就是说你是糖尿病 高血压病 心脏病 是不一样的 所以病不一样 诊断方案用药都不一样 大家都有过吧 不同的科室 开的病不一样 那么中医是啥呢 中医是看有病的人 虽然你是感冒了 你是糖尿病 你是高血压病 或者你是别的什么病症 那我发现大夫怎么开方子一样啊 我们临床上有的人就说 三年学成大医生 三十年学个小医生 什么意思呢 刚一出门 出生有的 我不怕虎 什么病都敢看 尤其有些学生就说了 还是不收容到记载的吗 胃账 我们用什么 小柴虎汤 感冒了 风寒感冒 我们用什么了 桂枝汤 麻荒汤 对不对 风筹感冒 阴窍散 结果有一次呢 我们在一个学术交流会上 有一个专家 也说临床干了 快三十年了吧 说他女儿得了感冒了 一天 想了一天 没想出来是寒症还是热症 到一天半的才想明白 这方子才开出来 所以你看 风寒感冒 风热感冒 简单吧 很简单 但是呢 分清楚不容易 为什么 有的人一开始风寒感冒 又加了风热症 有的人风恶症 里面又有怕寒 你说怎么治 所以在临床上 是比较复杂一个过程 所以我给大家说呢 这是中西 就是有区别不一样的 那么我给大家讲呢 西有西的优点 中医有中医的优点和优势 各有优势和特色 我们搞中医的不能说人西就不好 西也不能说中医不好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这次新冠肺炎 大家都经历了吧 现在全世界有多少了 病例 400多万 死了快40多万了 美国已经死了 将近10万了 对吧 它的发病率已经160多万了 大家都知道欧美 尤其美国 英国 对吧 德国 这是一席最发展的国家 那目前对新冠肺炎没有办法 大家都知道最开始是我们国家 那我们国家 8万多 到现在8万多 对吧 死亡了4000多 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 秘密武器 中医药 中医药对不对 中医药你说它治病吗 有的时候不治病 但是我们就是用 因为前期都是用的西药 对不对 死亡率非常高 大家都知道死了多少医生 医护人员 二三十啊 是吧 二三十人 然后感染的3000多人 早些没有用 后期我们国家让把这个用上了 对吧 大家发现了吗 我们尤其方仓院建了以后 怎么着 非常好 你看 就是那个转位重的 非常少 大家都看见那大太极拳 调广场舞 是不是 没有感觉像住院看病 我们没有恐惧 没有惧怕 很多人就很多就很快就转轻症 没事了就出来 有的人住了还不出来 为啥 说一家都等他住 等那个好了 他说还没看见过 是出了院不愿意出院的 是吧 所以我说到说到现在是什么 我们新冠肺炎 过去是03年是SARS 对不对 就是我们人类就是 我们国家从有记载以来 发生的传染病是三百多次 三千多次 三百多次 我忘了 对不起 三百多次疫情 那么我们每次都是用中药 把它战胜的 因为疫苗出来 可能需要 至少需要一年两年 等出来它又变异了 现在说这个新冠肺炎 可能变异了四五种 我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每个人都需要学中医 不是说我们要搞中医的人 搞中医的人学 是一定要学精 那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叫科普科 科普科是不要学精 学懂一点 就是我怎么生病了以后 我怎么去求医 我怎么去就医 我找谁 第一时间呢 我不能这个意思 怎么着了 感冒发烧 呼吸科 心脏科 外科 你胡乱转一圈 对不对 这不感冒了 现在大家都发症 有发症门诊啊 为什么 因为传染病跟这个发烧 很多病的早期 就是个感冒症 就发烧 所以就是一感冒 我们在发症门诊 尤其现在在这个疫情时期 对不对 有的人分不清楚 我得了新冠肺炎 还是得了什么其他的感冒啊 我给他举例子 前天我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 说韩老师快帮我忙 我说怎么了 我孙子跟儿子 儿媳妇都在美国呀 现在孩子高烧 39度多 不敢去检查 都在家里 因为美国很多人不戴口罩啊 说这小孩去 一岁多啊 万一传上了呢 本来不是去给真 到处这个呼吸 大家都知道吗 他还是有没有招 我说有招 我说这样 买点凉氧椒粉 弄点青开灵 他说没有啊 在美国 没有这些药 怎么搬了 韩老师 我说那你说有啥吧 他说有货香正气 胶囊货香正气水 孩子一岁多 我说灌 货香正气水 一只不是大人喝的吗 半只 为什么 孩子哭哇闹啊 其实这个一只灌 你只能灌半只 就不错了 他连打呆哭 所以小孩子灌 一只灌 其实只能进去半只 我说不行了 四个小时灌一次 所以我给大家说的 什么意思呢 一定要把高烧退下来 因为高烧 第一个就会烧坏脑袋 大家有没有 小时候 有没有一个印象 咱们现 过去小时候 看见很多小孩麻痹的 对吧 走路一瘸一挂 一个腿 腿粗 一个腿细 对吧 还有的小孩 烧坏了脑子 脑膜炎什么 变傻 是不是有 就是我们发烧 一定要及时处理 因为小孩子 他那个中枢神经系统 很弱 这段 他一发烧 他就抽风 小孩就会抖 所以小孩一发烧 如果先用这个中药不行 就要用西药 每年先把烧退下来 因为退不下来 小孩就会烧成心肌炎 会烧成小孩肾炎 知道吗 这个后遗症 太可怕 这是会 孩子 终生会 心肌炎 活动力减弱 病 不可能生病 尤其现在这新冠肺炎时期 远远都不开门 开门也不看病 那怎么办 所以我在直播间上次也给大家说 家里一定有一个小药箱 药箱里有治感冒的 有发烧的 有治腐泻的 有创客贴 有治疾症的 有治心脏病的 有什么问题 就会拿出来 先用一用 先顶一顶 你看这个事情 我家里有两个药箱 所以我就会用啊 对不对 一个我出门一定带个小药包 为了自己 可能在有的时候 我会救别人 我跟你们也说过了 我在飞机上救过人 这个公交车上救过人 大街上救过人 反正能救人的地方 我看见了我都救人 那个医生的天之 是看见人不好 就想过去救人 那没办法 这是医生的天之 这个我们就是 没办法 就想救别人 所以看见别人好 特开心啊 这说多了一点啊 那么望诊 为什么说见微知诸啊 比如说 我们呢 像我们医生 大家都看过病 对吧 在医院去 医生就问了 发烧 嗓子疼吗 脑袋疼吗 嗓子疼 咽个血对吧 咳嗽吗 照个VPN 脑袋疼吗 照CT 有人说我一个感冒 照什么CT啊 对不对 但是且不知道 我刚才说 有很多病的早期 就是发生 就是感冒症状 你比如说 假如你有过脑外伤 或者有过先天性的 脑确果畸形 万一破裂出血呢 万一吸筋梗了呢 这个都说不准 因为你第一次手诊治 手诊医生负责症 你如果漏了 没给他去查 出了事过 是你医生的 如果查了 你说我拒绝查 我不查 签字 出了事 跟医生一点关系没有 为什么我们现在 医患关系紧张呢 像他们就 其实医生都是 本来是咱们是个共同体 你来看病 我特别希望你好 上次我们有个大夫说 比如说 强子说带媳妇来看病了 对着医生面就会说 韩老师 有什么好药 给我媳妇用上 赶紧让我媳妇好 这媳妇一进去 就会给大夫说了 大夫 要便宜要好 没那么多钱 所以就说了 说韩老师 只有咱们和病人 希望他好 家属是不是希望他好 那另说 那花钱多了还不行 少了还没事 对不对 所以就说这个人性 所以我们一定要感恩 大夫来了 我们一定要想看好 起码我这种人是希望大家好 那别人我就不好说了 我管不了别人 大家有说 有的大夫黑心 来就抓 要多少钱 把他们口袋钱要掏出去 这个我不做评论 就是我认为 百分七八十的大夫 都是希望你们好 没有一个大夫来说 我就想把你看坏了 把钱掏完 我不让你好 那都是有毛病的 这我先给大家说 所以为什么就说 我们大夫要考虑全面 大夫一定要比你们病人 要考虑前面 头疼有没有脑修管机型 我也给你举个例子 我现在说起来 有的例子都会 我给你讲 他就会往脑子跳 跳完以后 有时有的是成功 有时失败也挺难过的 我举个例子 是我同宿舍一个舍友 我们大学的时候 他经常跟我说 他说我有点头晕 我说你太累了呗 然后有一次又给我哭了 说韩老师 有一个人说了 说我活不过三十六 我说你胡说八道 你听那些 胡扯 他说真的 我看了看他手 我也看不明白 那时候在大学 我们实习的时候 大四的时候 我也不太会看 结果就在大学 我们毕业分配的时候 他上了一天班 突然晕倒 昏迷 我们的陕西 我是陕西人 陕西中医学院 附属院 第一台CT建立前 就给他做的 一做呢 先天性脑性化 进行脑出血 昏迷了七天 就死亡 所以我就说 我遗憾 当时我不会看守 如果我会看守 我会告诉他 你可能有这个 就不能太累 有先天性脑性化 畸形啊 或什么的 我们不能太累 或者先天 我们去调理 那我救过一个 先天性脑性化 畸形的一个小 小朋友 出血昏迷 我用中药 用按脑丸 他已经救过来了 他们救过脑性化 畸形 如果不干预的话 死亡力极高 所以我给大家说 也可能手上 我就发现 现在有一些特殊的表现啊 我后面会给大家讲 我就先给大家说一个例子 我现在在门诊 也看见过 有一个病人 说他弟弟就先天性脑性化 进行 发生以后昏迷 死亡 然后他自己也有 也来调理 后来我说 哎呀 他不错 他是做手术 做得及时 好了 所以他家族性 所以我给大家说 我们要问 就是我们要综合 说天地人 什么叫天地人 就是你家里 父母有没有遗传病 如果父母有心血管病 是脑血管病 是那个孩子呢 一个就是有一个 父母有一个 遗传率是25% 15%到25% 如果父母都有高血压病 那你的遗传记率 就30%到50% 所以为什么 就要问这个家族史 还有 有的家族史里面 比如说癌症 肠癌家族 遗传性比较大 我有一个同事 爷爷 然后在底下 大爷 叔叔 爸爸 他呢 也是有 说我家族里 这个肠癌 遗传病史 做一个 他当时什么表现也没有 就一检查 就肠癌 他做手术了 做化疗了 效果挺好的 现在也没什么事 就是还有乳腺癌 乳腺癌在女性中 比如姥姥 姨妈 姨 然后还有那子们 三四个全部都是 在国外那个女的 叫朱莉 是吧 自己把自己乳腺给贴了 就是他家族遗传 这就好像女性都逃不过 全是乳腺癌的 这种遗传病史 消化系统 肝的 这个 这个非常 然后看我们这人 人看什么呀 看神探 神色 神色是什么 精气神怎么样 气色怎么样 走路的 走路老万这要 谁又把这儿气不够啊 挤住他这个气不够 肾气不够 所以为什么 军人你看人家 站得很直是吧 站如松 坐如风 坐如钟 走如风 是不是 我们走路 跟小老头似的 这就是什么 一看气就不够了 网站一站这么胖 是吧 这种洗脑学本 别肯定发生得高 我都没有检查 所以他们就说 说韩老师 你怎么看着我 反正高下 我说你肚子这么大 脸这么胖 还看不出来 所以人家说 这中医大夫干上十年 怎么都像 跟算卦叉的 说那么准呢 就中医大夫通过 这个神色形态 体质 有人特首 一来 尤其现在像说 林黛玉那人 柔弱走风 走路都不直 腰着弯着 你说他有劲吗 我估计我这一嗓子 吓了他都 对不对 让给吵架都吵不了 就是去不够吧 这种体质人都比较弱 对吧 走路 老远都听见脚步声 我们过去住那食堂楼 晚上 我不是老职业班吗 有段时间都是 老职业班就睡不着觉 半夜有这个上楼梯的 我知道我楼到 哪一家人上来了 一上楼梯我都听得见 因为我们离得近嘛 所以就是那个脚步声 你听见噗哒噗哒 这种人的脚步声 特别沉重 就他这个关节 腿它是不灵活的 你看老年人 为什么走路一瘸一拐 拖着腿 年轻 腿脚利索的 天气神好啊 身体好 然后为什么要说观察地 就是地理环境 天地人 就我们这个人在这个大自然中 我们人是一个小宇宙 大宇宙 小宇宙跟大宇宙 它是相合的 比如说夏天热 我们就得穿板净 现在发现了吗 女士越穿越少 男士越穿越多 对吧 女士能露的地方都露 跟你说例 昨天 看病人 我们刘大胜在 看完了她的男 她爱人说 你看看我媳妇穿着 还说肚子凉 痘骑露着 腰露着 是不是 然后她媳妇立马就说 你嫉妒吧 是不是说这句话 她说你有私心 怕别人看见 你这露的 她说你就故意露着 给别人看呢 她说她老婆 她说她私心 后来我说你老公不说 我也能说 她就手脚怕凉的 斗骑露着 穿的衣服 就这半截吧 就这半截 我还开空调 我说现在夏天走 哪都是空调 你不生病 别人谁生病啊 像你这露着 你手脚凉 你能怀上运吗 肯定怀不上 两个小两口吵架 我肯定像着 我不是说像男的 或像着女的 我是像着谁有道理 顶谁 对不对 女的不对 那不行 那不讲理 那肯定在我这 肯定不是 所以我经常还干这事 还评理 大事跟我出门 那都看见了啊 所以我就说什么 居住环境和风俗习惯 就是居住 你在南方 湿气特别重嘛 那就是潮湿 关节什么受不了 所以我现在告诉大家 尤其是女孩子 夏天的时候 尤其你在户外 或者参加 比如说要去晕啊 要去宾馆 千万不能露脚 千万不能露痘脊 很多病就作上来了 知道吗 所以我给大家说什么呢 现在呢 夏天要伍着点 冬天咱们有暖气 少穿点都没事 你看冬天也是不在家里 怎么着了 穿过有时背筋是吧 屋里二十五六度啊 我家窗户从来没关过 屋里太热了 所以我就说 这个天际人都要合餐 另外我们三者合餐的时候 就是这个独立性的 针对性科学性 我们这个望诊呢 早期 我们有这个几个性啊 独立性 针对性 科学性 那我给大家说一下 你说你讲那么多 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 你是不是觉得望诊就是好 我给大家讲 望诊 为什么好 它有个早期的预警 你说它早 早的什么时间 早半年 那都不叫早 我给大家说了 中医的望诊 比西医的检查 等西医查出来 至少早10年到20年 它外观的一些表现 我们能是能看出来的 你想10到20年 我给大家说的话 那你就注意了 咱们就不发病了 发病吧 8岁90岁发病 也没关系了 现在平均寿命啊 已经78块到80了 你看 但是很多人发现了 活不到60岁 二三十岁就 把身体就弄垮了 你再有钱 命是回 是回不来的 所以我们了解这些东西呢 先把自己保护好 再去保护家人 所以为什么说 每个人都需要学中医 所以我今天是科普 科普给大家讲一讲 那么早期诊断 咱们身体的状态 分了四种 第一种健康态 健康态呢 我告诉大家 只占10% 就健康人人只有10% 比如说我们的人群 分类健康人10% 那么疾病的状态呢 就真正的诊断出来 这些病态呢 大概是10%到15% 还有这么多 75的人诊断不出来 就可难受 诊断不出来 那么这些人呢 是我们中医通过妄诊 可以找到他的问题 你只有找到问题 才能够干预 就像我们病毒的是 冠状病毒 什么什么病毒 你确诊出来 你才能用药啊 确诊不出来 还是H1N1啊 他病毒就是西医 他把点 我只对冠状病毒 我和我只对H1N1 别的没像 对吧 练球菌感染 那你看冠状的 那就不抗 不抗那个什么 不抗练球菌啊 所以西医的 它就是把现性很强 中医是一个什么 散弹理论 你说我治肺呢 太跑 跑皮呢 调皮呢 你说调皮呢 它又挺长的 所以跨一下进去以后 怎么着了 有人说我这支嗓子 那么胃肠好了 怎么这头疼了 脖疼好了 为什么 它就是经络受通 其实中医药 中医是个散弹 中医是一个整体观念 所以它在里面是整体条 所以现在我们状态是什么 育病未病态 有一个状态就是 幼生病还没病呢 所以整天觉得 乏呀没精神呀 查不出来病 还有病了 你说很多人 诊断很清楚 高血压病了 糖尿病了 但这种病可以转 可以并发症 比如说糖尿病 引发是什么 心血管病 脑血管病 肾病 对不对 那么癌症早期是没事 癌症一到晚期呢 淋巴转移 血转移 脑骨隔转移 你能治疗吗 所以有一个疾病 就是病了 就是还没有传 还有一种是病了 传 所以中医把这个 我们身体的状态了 大概分为了这 这叫什么了 四个状态 那么 西医的诊断呢 就是 如果没有病理性的改变 是诊断不出来 所以西医的金标准 一定是做病理 做了病理以后呢 确诊 所以有的人问了 说韩老师 这西医的金标准 那要终于诊断干嘛 我说等发展到病理状态 我救不了了 等发现西病理状态 一定是中晚期了 失去了治疗时间了 早期有点感冒 发烧我赶紧就调理它 我不能等它 心经炎肾炎 我在治它 是治不了 而且花要花多少钱 有的人一辈子 所以我们中医 为什么几千年不衰啊 到很多个时期 都是有人来灭啊 中医这个不科学啊 中药是大黑猪啊 为什么能存在 就它有效啊 中国人多聪明啊 没效早都灭了 对不对 所以早期的防治 我们是疾病的第一手资料 另外我们可以分析出来 它的病因病机 只有有病因病机 我们就有调理方案 所以呢 我们有什么呀 胃病先防 比如说你脸黑的 这肯定是熬夜啊 爱着急爱生气啊 对不对 我让你调调脾胃啊 让你们睡眠好一点呀 对不对 瘦的人我让你能吃啊 能吸收啊 所以在临床 有人说我想肥 有人说我想瘦 你看这医生 多不容易啊 瘦子要胖起来 胖子要瘦起来 对不对 还有人给我提建议 唐老师 我想长大 有人说唐老师 我个太高了 你让我矮一点 你说这 要求太多 所以你说这医生 多不容易啊 所以总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经常说一句话 是什么 医生的诊疗水平 绝对跟不上 这个疾病的发展 你看这传染病 对不对 一波一波 再来一波还不认识 等我们认识了 它又变肿了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 艾滋病还没解决呢 SARS又来 SARS没解决 H1N1 H7N9 这个还没解决呢 新冠肺炎来了 新冠肺炎走了 别人啥会来 不知道 所以我们人类面对的 这个身体或者未来 都是一个叫黑箱理论 搞不清楚 所以能平平安 能不能身体健康呢 能保护自己 先保护自己 对不对 医生 那天有个人跟我说 跑中有好愿 他这几个月生病 说不要拉看病 看病说没医生 医生都上湖北了 你去那个什么 药店去买点药物 去药店 药店也不开门 然后有的药店说 他半天开个小缝 说要啥药啊 所以医生说呢 没有 没有再换一种 就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学会了自救 所以我就给说 大家这个科普科 非常重要 我会把有些东西啊 另外呢 就是生了病 拆腹副生 什么 高小病 糖尽病 手术后 好了 好了 然后再复发 昨天看了一个女的48岁 三年前放两根指甲 最近复查去了 发现又堵了 再放了三根 五根 48岁 你想想 你要再活到七八十岁 你说多辛苦 哪天一个着急医生剂 心脏就破裂 完了 所以他这个生活质量呢 特别低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